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建尼地正经,冯智晶 好,欢迎回到今天,建尼地正经 今天在我身边,你就应该在这边,你就会看到杨永宇博士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确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小红书对抗 他不是特意对付你,不过可能是,应该反过来 考评局对付小红书院事件,其实我们近期呢 抗争事件 我也在想其实是不是维权事件,我们这次要帮考评局维权 反过来,有人觉得整件事是为考生为权 放那么多资讯的话,考生为权不用付钱来买 对,但事实上的确是犯法的 我记得是早几天,教育次刚开始报道 就有一个答题簿出来,当然有另外一些评决参考出来 那些反而还没很大紧张 最大紧张的那一刻,就是有人把答题簿放出来 那一刻放上小红书,我们就证实了是今年的考试 他真的在在场期间,把答题簿已经洩漏了出去 在小红书上看登 幸好多谢香港警方很快捷地已经捉到这个流星的 所谓本地女老师,一定是本地的 Misslews 但是一捉完之后,很坏了 杨 Sir,你怎知道发觉他在拉一见十,遍地开花 以为回到2019年 真是用李家超的说法就是联想到黑暴 考评黑暴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说,小红书有多少个账户 是你看到关注我们这些DSE的账户? 哇,经我手的话,你没有十个都起码有九个 其实那时候是由康老师北晓二郎腿开始 到现在,我想最少真的有十个 香港的也有 然后就声称在北京的也有 湖北的也有 最新我行动的话就是这个四川 四川那个 湖北的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升职自己是DSE学院 他升职自己是DSE学院 他升职了自己的数学科 升职了今年的数学科的账户 刚刚我收到他升职了公社科 我一旦结束了这个节目 我会把相关资讯放上去刺针 但是我不明白 成都的一家小红书账户 放了DSE上去 关什么事? 他升职是一个DSE的学习中心 其实那里也有人在准备 或者已经在学着DSE的过程 所以他就要把相关资讯放在上面 一人三口 我纯粹无聊问 我们没有考市场在四川的 但是 是没有 但是他可能已经在准备 当地一些港生 都不一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的 全国都有的 很多产市都有的 简单来说 我们正在对抗的 或者抗衡的 不是纯粹香港 深圳 广州 三个市场 当然不是 我现在的说法 如果你要按照香港的法律规模 抗争的话 你是面对13亿小红书 王国 甚至乎是帝国 我先无聊地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在刘老师的拘捕上面 我们正在用的条例 没有记住 叫做考评条例 就是说他不当地洩露了一些 应该有机密的资讯出到来 有个好处 我们看到的是 刘老师应该是在港 在市场里洩漏的 所以我们香港警方 是可以调查 拘捕 而且可以上到法庭 刚才那些什么 成都等等 那些地方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派考评上去 帮帮忙查一查 原则上 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 考评局要再聘更多人 警方又要聘更多人 海关又要聘更多人 你会不会用这么多的资源 来仅仅去处理一些 将一些照片放上网的人 而那个人数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是对于 他将海平福条例 来执法的能力 是有很大的疑问 而且现在是一家卖三家 很明显就是 香港有人洩漏了之后 可能是一个照片 可能是卖给很多家 可能真正的主谋 其实是在国内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还有就是说 你不知道他的形式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你只要拿到一份卷 你现在不需要将一份卷 身体被相关的人上传 你将它搜索给别人 一个PDF材料 或者甚至普通的一个 印象材料给别人 然后别人上传 你都不知道 根本的网络是怎么样 所以你捉不到 如果用这个角度的话 其实我们先回到海龙第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是今年 其实去年也有DSE 内地考生来香港考的 以前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今年发生什么事 其实去年已经开始萌芽了 这个问题 因为去年经过手 去年七月的时候 有一宗小红书事件 中文科的那个叫做Miss Quang 然后他预告自己 是会将那份marking scheme 放上网 然后我及时就截住了他 但是问题是 因为这件事去年也搞得很大 第一宗一定是大的 然后他最终呢 就惊动了警方 现在抓了这个人 原来最终是男人 说他是 但是就抓了 没有下文 所以其实 就算去年第一宗小红书事件的话 就算你找了警方帮手的话 其实最终都没有下文 我们现在就质疑 未来会不会都是这样处理呢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第二样东西就呼应你的问题 其实如果 今年为什么突然多了那么多呢 因为现在多了个市场 我们里面多了两个市场 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深圳 虽然规模是很小 但是问题是大家都预计 在今年这个示范单位 如果成功运作的话 遲些就会陆续会有更加多 更加多和更加多的考场 在大陆里面发生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2024年之后 其实这是一个大生意 所以你一看到 上升上去的人 其实不是纯粹是贪得意的 纯粹不是骗赖的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所以其实这班人 其实全部背后是有利益的关系 在里面 要摩他是补充老师 要摩他本身是有 中港的教育的咨询服务 来提供给内地人 再要摩的话 直接他在内地里面 是在开关的课程 他要上升这些东西 说给人知道 他是有相关的资源和问题 所以其实全部这些东西 都涉及到一个经济利益 对于DSC 将来在内地里面 有一个预计是会壮大的发展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可不可以说 其实他是来踩线的 好像是来试一下 转换一下 那个情况 因为你想想 如果他这次这种洩漏 我们没有能力任何阻止 没有调查权 没有执法权 下次他洩漏的 就不是简单答题簿了 甚至乎 可能之后我们见到很多 评券参考 本身要钱买的那些东西 考评局要真的比很贵的那些 PASS PAPER 分分钟就在上面看到了 我又觉得 不需要用这个看法来看他 因为有少少的陰谋论 他做这个东西 是想踩你 踩踩线 想令到制度滥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做一些 中国内地人 很惯常做的东西 因为内地的话 高考译试卷一 考完之后满天飞 他就觉得内地都是这样的时候 香港这边 不可能不一样的 接着他收到这些资讯 就把它放上去网上 我觉得纯粹是因为 他觉得有这个实际的需要 还有他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件事 而刚好他又有这个业务的需要 来做这件事 他就放上去小红书 所以其实整件事 如果你问我 对于内地人来说 或者与内地有关的人来说 是一件很自然发生的事 他没有预计会有法律风险 甚至乎没有什么道德捐责 没有道德援纜 对于他来说 是没有这个忧虑的 所以到最后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中港文化差异的问题 多于对他来说 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因为他不认知有这件事 对于考评局来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呢 譬如说 我们今时今日将一些 评券参考 其实答题堡那些 其实可以公开的 不过是他们不喜欢公开的 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 香港的考评机密 那些文件减少 那就不会有泄露 国家机密的情况 你其实是很一次重的 鱼信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因为其实你看回 你刚才说的这个点 在他4月18日的时候 考评局出了一个新闻稿 就是说已经抓了那位姓劉的女士 23岁那位女士 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看出端倪了 就是说我抓 我照抓 因为其实他是违反了 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条件 但是他们重申 是没有影响到那个保密工作的 那就是说其实现在 现在我们手里上面 一大堆小熊书的事件呢 其实性质都是一样 他公布与否 有没有上座的话呢 其实是并不影响 考评局的保密工作 因为那些卷呢 事先的时候是没有泄露到的嘛 但是只不过就是 他刚刚有一条例 就是说工作人员 监控人员那些 就要对于自己碰过的资讯呢 就要确保他的机密 不可以公布 是针对个人本身 是多过针对那件事 所以其实呢 现在出现一大堆这些尴尬 封潮啊 甚至于风波的话呢 某程度上 是考评局一手自己造成的 他将那个 机密的定义呢 那条线呢 摆得太过严密 即是他将一些 没有影响到 考评机密工作的东西呢 都当成是泄物 来处理 那变成 你当然可以这样做啦 但是到最后 你是没有能力去执法嘛 所以整件事其实是人为 多过是真的 法律上面有这个需要 本身其实我们解决的方法 又很简单啊 我只要跟他说 这些不是国家机密就可以了 其实是的 所以其实这件事很简单的 你现在看到就是 就是说 他基本上那些考卷呢 就是那些 question paper 他分了两只 一只就是说 这个考生 考完之后 可以拿出去的 譬如说中史啊 History啊 那些其实他不是用 question answer book 他是用普通的question paper 然后他用一些特题簿 写到满满麻麻 写完之后 把特题簿给市场 那份卷可以拿走的嘛 那这些其实拿出去的时候 你怎样去扬发 你理不了的 因为你考生太多嘛 但问题另一只呢 就是考生 他是碰不到这些卷的 只要有监考员 或者效果 市场数得到的 就是那些叫question answer book 你出事那些 其实全部都是question answer book 那些其实是 因为你的人的身份 因为你的监考员 才拿到 所以他就可以用一条例 来去charge你 说你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 你虚了物 那就因此为法 甚至是有一个 就是道德上面的integrity 可以去谴责你 但问题 这些卷和普通question paper 是应该等量齐观的 就算流了出去的话 第一它不影响到保密工作 因为那些试卷在考试之前 是没有试密的 第二 你自己开了考试之后 你的marker自己做事 就自己做 我试了一份卷出来 对于你的卷是没有影响的 理论上 所以这条线 它是放得过分的严厌 而引致到自己出现一个公关灾难 就是自己拿来碎 这个你说的 不要紧 我很专注考评局的做法 现在考评局 因时我们制宜 下年我们会不会这样说 Question answer book 以后就不再是机密文件 甚至乎 可能我放松一点 marking scheme 不是机密文件 我只要把机密文件放在洩漏试题 或者试题开考之前那一部分 叫做机密文件 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洩漏国家机密的东西 行不行 我反而在想另一件事 南明国想法是不会这么正怒的 他们有自己想法的方法 免得踩它 我担心另一件事 它是会进一步收紧 如何收紧呢 就是说 因为其实现在 有个規格带的 其实有人在我刺心里面都有提过 现在出事的位置 其实就是市场主任搜查里面 有一段说过 他说什么呢 剩下的考卷 市场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处理 他只是说保留而已 他没有说给你上赛 是 所以既可以保留 但问题是你又不可以试密的话 其实大家就懂得做的 就是私底下留邪 提醒一些人不要放上网 然后我和学生去研习 那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问题 他会不会像刚才你所说的 是把保密条线放松呢 我相信不会 反而他会收紧 就是说以后的考卷 考完试之后 考场不可以保留 是 就是要收回国有 就是要全部上缴回中央 就好像一般的 examination stationary 那样要全部上缴回中央 不可以保留 那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种揽炒的行为了 就是为了因为小熊书 所以说 香港的老师 都不可以即时拿到那份卷来参考 你要等到11月的时候 past paper 出的时候 才可以得到那份卷 那整件事呢 就很不英俊 亦是很灾难的 因为这个老师 应该有权知道当年考些什么 不要上去做温书 甚至是自己出试试 都可以用来使用 但是你这个揽炒 我也觉得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你还可以之后给钱买 最多以后叫考评局 早点拿一条试题出来卖 你不要等到11月 现在都不用你排版了 你上网下注 简单单做了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它不单止是洩漏 这个question answer book 因为这个程序很简单 就是在question answer book 那里洩漏出去 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一部分 是markings兼marker的资料 都可以拿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上次就是 康老师不翘二郎腿 那个 其实是代表着 我们一些外聘的考评局人员 可能是 其实是 多有利益地会洩漏 但当然不是说 他们的个人私得有规 而是因为你发觉 我们只能够拉到艇仔 拉不到毒梟 现在的问题 你从毒品案 你就会知道 大毒梟根本上 就是我们无法可以拉到他 所以永远的毒梟都存在 只是他每年去找新艇仔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有很大的威胁 你做什么毒梟我捉不到 原来是 如果你说到这一步 我们真的要均真地看回 行为机密工作 或者行为保密工作 考试最机密的部分 一定不是开校之后 开校之后 其实那些东西你就放出去 我以前做迪士博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的态度 出了街之后 就算公司想你紧的 有时候松松一点的话 你问我 都说多两句吧 其实 因为贫卷已经出了街了 你再拿来保留的话 是没什么意思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考试前的保密功夫 做得到位 那些人的话 真心诚意去维护这个保密制度 就不会在做卷过程里面 把这些东西滲透出去 我也要分享一个例子 一个故事就是 其实保密程度是沿到什么地道呢 以前我们 譬如我开审题委员会 就已经说明 那些东西只能够在会议室里面来讨论 出了访门之后 就算人与人之间 聊天也不应该去说 更加不可以用email或者whatsapp来说 有一次就说 拖印可能是新的 就算我说完之后 他可能没有在意 接着呢 他在我们每一年的 moderation committee 有个会发的group e-mail 我要提醒一些人开会 他竟然开完会之后 就是某一次会 晚上就发个email 说我们今天用的那幅cartoon 很蒙啊 我找到哪一本书上面 哪一本书 书名 出版社 哪一页 那个cartoon 是清很多 我寄了个email 还要是寄寄给全部公司 那就是那条不用出的 那条不用出的 我看完之后我说 其实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 保密的原则就是 始终有可能 你的email 是被人吃的 所以你email 你一说的话 我们已经等同是 事物了 然后我便说 你真的很大怯 我这个sauce 我要复免你 这条是直接不用出的 它可以出的 但是这个sauce 一定要复免 要找另一个新的sauce 你看看我们做事 其实是很严的 在未出街之前 所以如果这个文化 可以得以维持下去的话 我有信心 其实是不会洩到物的 所以事前的功夫 是做得到的 事后的功夫 我确认他 就喝你上去 有什么所谓 让大家开心 而且你根本对抗不了 13亿人 你可能说 何德何能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发觉 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 考评局拘捕了人 上面设立了 那么多小红书帐户 之后 我们看回法例 考评条例是过不了境的 就是你不能够离开香港的 我们23条都拘捕不了内地人 23条里面其中熟人规则 是要香港特区居民 内地那个 補习社老板 未必是特区居民 所以我们是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威胁作用 就是万一出事 之后我们如何拉回它 不过 仰sir告诉你 有个好处 根据香港一些 行之有效的 传统和文化 我们还在把关 考试之前的 保密工作 这部分是OK的 没问题的 我要再加一句 这个是2019年之前OK的 新的话有什么做法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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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整个考评局 已经被教育局入侵了 其实他们事先的话 考教育局的人员 已经知道这份卷出什么 我这句话很大声说 不是校评分架吗 不是校评分架吗 校评分架 是校评分架 没有分架 他现在就是说 他就是怕你校评局 变成一个独立王国 所以考试之前的话 教育局是要插手这份卷 每一个省内委员会 都需要有教育局的人员坐下去 他的说法就是说 他们是以这个个人身份进去 你说而已 你说而已 最终是怎样 没人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说话就到这里了 整个事情 如何发展的话 再看每一年 每一个国际委员 那些人本身的措手 的意识有多强 而且你刚才已经带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原来 Gaykeep 我们最强的保密工作 不是我们有什么科技 AI 无线电脑 最强人的文化 我们很不幸地 最近发生的这些洩物事件 可能在市场上的洩物 就是一些可能在内地读书 然后在香港读过PGDE 然后入了教书的人 不是说他们这班人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始终有不同的文化 高考文化和DSE文化不同 所以来到的时候 他没有我们那套的保密价值 和那套的传统 那并不重要 就像杨Sir所说 这些是考完事后才出错 但问题是另一样 考评局现在有没有一些新来港的老师 我们暂时 考评局的人员 我们暂时是否100%地位 土生土长DSE大 还是我们总会有一天 我们里面都是一个混合文化 来的 魏向东 魏向东以我所知 他的办公室 是放满了中国的旅游 加上他一口 充满香音的 美念的广东话 那象征意义很强 你这样说完之后 内地人也可以很保密 对啊 我讲普通话也是可以的 但我们刚才说 原来我们是要一个很强的文化传统去保密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香港学校也是 有部分变成了内地老师 有很多传统不同了 私生关系改变了很多 有时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做的 例如教英文的时候 如何对于能力弱的学生 现在有些学生 就用回内地那一套 所以教得比较闷 或者训斥比较多等等 关顾比较少 但是如果在这些文化 转变 放在考评局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今次就看到魏向东 如果不觉议 我们可能一些出题的委员会 都里面有一部分 其实 这个叫做 我用一个不是很正确的诚语 上梁不正下梁威 其实整个文化一定是由上头 上面侵入来的 因为他们接触到西环和教育局的 其实第二就是刻意 很多年前我开始 已经是要空降一些对考评文化 不熟悉的人 方便去把考评局的传统文化 去瓦解 我直接说明这个是瓦解 其中一个大家看到的话 就是要取消 将考生打散 去考试不同的场地的制度 要去实施元后认考 这个事情其实伤害是很大的 其实我现在不断地讲 就是将一些例子来说出来 其实到最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在2021年的时候 已经想着在内地里面设置市场 而内地市场是没有可能去实行打散的制度 所以就必须要在内地里面实行元后认考 而香港不是这样做 如果你两边有差异的时候 你就被人救病 你不跟香港的做法 你不能够观察 你要搞大陆的特殊化 之类之类 所以他首先要将香港 用疫情的原因 来实行元后认考 到时 内地都用这个做法 然后你就说 是啊 我们将香港做法 连空不动来到大陆里面走 一模一样 你讲到这里 其实早前 教育次针提了一篇文章 我是有少少看不明白的 就是一篇 就是说某一家学校 是否不知道 葵聪那里 考试之前 就打冷中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件 有下文的 还有下文 我还没写完 下文里面 有一个点 我是看不明白的 内部 一些PR的文件里面 说到 就是说 他在二百多个考生里面 有百多个是本校的考生 这个我不明白 像你刚才所说的 我一向以为 正式的想法 就是疫情期间 原校认考基于有疫情需要 现在我们过了疫情 为什么那间学校 都是原校认考 全香港都是 不只是他们 全香港所有学校 的四个必修科 中英数 和公民科 或者公社科 就是会乘回原校认考 疫情过了之后 也是 所以其实那次那间学校公布出来的 那个讯息量之大 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差异的 你就留意到 哪些人要做些什么 我是留意到原校认考那一部分 是啊 还在实陷 我大胆说一句 你只要一天 还在实施内地市场的话 原校认考都不会取消 因为这是一个 他要维系着内地市场 能够顺利运作的一个 保命旁身符来的 你如果香港这边 打散考试的话 就会被人救病 就说 哦 内地你没有这样做 你做不到这个 就是防作费的措施 接着他就有很多问题了 所以他死都要 香港这边 继续实行这个 其实是有阻碍于 这个防作费的一个措施 但是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不会停一停 内地不用考住 因为你想想 你看到 一定不会 他做这么多东西 又要取消通声 又要搞洗脑公社科 其实到最后 你留意到今年年初 他都说是不做的 但是教育局逼他 所以他说不做之后 一个月之内 还是两个星期之内 就说 我们都要做了 这是政治压力 这是硬任务 你不可以用专业来抵抗政治任务 你不可以用专业 世界门取空间 今年搞得不好 有这么多东西 我们下年先 明年应该更加多 好了 我当下一个步骤 刚才你说 如果我们越来越多内地考试 你可以这么说 保密工作 事实上是挺不错的 至今还是不错的 但内地考场 有没有发生过泄漏事件 不是说DSE 而是说其他内地考试 当然有 当然有 你始终有个忠实观众 你应该不会看到 好 其实说笑而已 这个 其实刺针早前 我想过两个月之前 是报道过有一宗 应该去年年底的时候 是劍橋国际 他考Econ加 不知by all 总之有Econ粉的 就是有四个考场出事 洩露了事题 劍橋国际的A-level 这宗事的吊诡之处就是什么呢 你洩露了事题 那就洩露了 但是有两件事 第一 报纸无埋 去不了公众的 我们看英文报纸才看到 第二 最大事的是什么呢 他连自己的网站里面 其实你都找不到这件事的 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够按图索器去找他 他不知道放在一个什么的位置 很阴湿的位置 你才能够找到 其实他没有带的 所以你要很熟知 那个网站运作的人 才能够找到这个资讯出来 他要这么低调来处理 所以说明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大生意 他不敢把这个资讯 太过公开来处理 否则的话 引致到一些人 逼他去检讨 很多保安工作的话 他就会有很多事情 但是你刚才说 劍橋的考试有泄物的话 其实你要是收回市场 更重要的就是 分分钟你不承认那次 在内地考试的成绩 他其实做了几个功夫的 要是整份卷处理 不考 要是那些分数调节 另一个忘记了 其实他已经有些补救功夫 但是问题始终就是 资讯少到那个地步 我也不知道哪四个考试 他没有公布 另外就是我们会质疑 连这么有经验的课程都出事的时候 香港的课程 何德何能可以无事呢 所以会不会 今天就是劍橋明的 就是DSE呢 如果DSE考试 真的在内地 发生了这样的涉物事件 其实我也想知道 考评局有什么方法处理 就是他 你要问回威尔西安东统治了 这个真的回答不了你 去到这里 差不多时间了 我们都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对于未来DSE的考生 现在我们看到 对于考生来说 不是很介意那些涉物问题 最担心的是你涉了 我看不到而已 你涉物还是涉物 你让我知道 行不行 但是现在DSE 都开始很多小红书的文化 又或者其他的广告 我是香港DSE考生 或者准备地 可能今年F1 我应该有什么部署呢 是否要上订小红书 補习会好些呢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如果单纯 假设DSE的国际认可 不受到影响了 你今年中一的话 六年之后 理论上也不会大变 除非地球毁灭 记者说真一句 那你就照读 那他是不是试密的话 和你考试 原則上是没关系的 是啊 那考评局喜欢处理 不喜欢处理的话 修例也好 什么都好 只要课程还在 还有人教 那你还可以操练 去到最后 他考完试之后 怎样去改卷 那些我们称之为 Post Mortem Seminar 里面发放了有用资讯 给教师 然后把它转告给考生 整件事是OK的 应该怎么说呢 DSE这个市本身 整个流程 其实都颇为合理 因为它保密功夫也做得好 接着又请有经验的人 来做exemplation 接着它考完试之后 有足够资讯发放 足够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marking scheme会给你 也有整套试卷 它用试图专辑来发布 虽然那些东西是很贵 我承认是很贵 然后也有试图专辑给老师 来将一些信息会 给考生 所以整套机制是重建在的 我们要承认这件事 不可以因为小红书 而否定一切 所以剩下来的话 如果这个市本身 还有公信力 还可以报到外国大学 那你就继续去考它 喜欢的话 你就去考多一两个市 SAT Io 有能力的话 就考回 因为这个下平谷本身 是代理英国A level 你想的话 你就去报一下这些东西 多一两个质量 简单来说 它现在还是很健在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担心 还可以補多一个 補底 因为其实香港的优势 就是说 它还是一个有国际成份的城市 我也不敢说它是国际成份的城市 它是有国际成份的城市 所以你要拿这些海外服务 还是相对容易的 你只要肯去找的话 最少考评局是有提供这些东西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考评局除了负责一些东西 它有一个国际考试部 是搞很多的考试 甚至香港公务员的考试 都是由它来去负责 那你就上去看看 有什么A level的资历是对的 当然是需要付出一定的考试费 那你就以为 那个国际考试部 根本上就是考评局的money count 正确实 你只是靠DS已经死了很久 DS是破产的 其实现在永远都是蝕钱的那部门 但是国际部门是赚大量的钱 顶回这条数 所以我相信用这个角度来看 香港学生应该还可以考国际的事 因为起码要是他还要钱 也还有一些工作 今天时间就麻烦了杨永宇博士 跟我们讲一讲整个小红书的事件 让我们放心了一点 搞到好像前一段 刚开始考评局就要提到 不知道什么人 别有用心 差点要恃之以备去显责 我听来 杨勇sir 也不是很正面的 是文化问题 会不会今天立刻改变 明天不知道 今天就暂时没事 今年OK的 没错 没错 谢谢杨勇sir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的YouTube频道 去收听我们的深度分析和专访 谢谢大家